余老师 这些年下来感情一直不错 但为什么在这种不错的状态下 好像很多问题开始出现了端倪 甚至今天居然有可能要说分开 那我想尤其对我们这些大姐来讲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越来越有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考验 你只要说考验这事就不地道 您不妨说我就想把这房子让我儿子住 不是考验我给您商量 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都二十多年了你还在考验我 二十多年你在干什么 那我相信大姐心里就寒了 那她还怎么能够给你继续过下去呢 但有话也说回来 这么长时间连证事都没有解决 也大概提示两位在处理问题上 一直有点拖泥带水 我希望这次不要 好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 严老师 大姐你自己没有房子吗 我自己没有房子 其实我越听我越替你担心 真的担心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 要把房子全部给儿子 而不是像老妹老师说的 其实是人之常情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个首付 其实很多父母都会做这样的选择 自己要想好自己的养老 对吧 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老了 第二位要给孩子尽量地提供一些帮助 这是人之常情 为什么她想不到 她一定要把房子全都给了儿子 她一定要背着你 瞒着你 给前妻哥哥的孩子那八千块 经常和前妻 还有儿子一家三口出去吃饭 吃很晚 背后有可能是什么 你可能都没有想过 我不能说这个男人不好 或者是说 他过去的二十年对你不好 但是他老了 我分明看到了一个 变老的人的衰弱 甚至是懦弱 因此而变得自私 他指着儿子给他养老 我听起来很多的行为 都是想跟儿子的关系更好 想让儿子更认可这个爸爸 想让儿子能够在未来给他养老 我都甚至担心说 有一天如果你们真的搞得很不愉快 你前妻没再婚对吗 没有 没有 儿子的妈生病了 儿子管不管 儿子的爸生病了 儿子管不管 儿子爸妈都生病了 是不是爸妈在一起 儿子最好管 想过吗 想过吗 年轻的时候各有各的人生 各有各的事业 各有各的精彩 没所谓 年纪大了 怎样对这个老头来说是最容易的 你想过吗 我很担忧 这只是我的担忧啊 先生不代表说你一定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我想跟大姐说的是 无论早晚 一定要规划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是靠自己 先生我想说的是 我相信您也不是一个坏人 您要真想跟着儿子过 跟着前妻过 您就跟人家道生别 我老了 我得靠他 也可以 但我相信您不是这样的人 那么给咱们过去20年生活一个交代 给儿子一个成长的机会 你要真想让他孝顺你 他必须学会成长和独立 你都替他办了 他将来不会孝顺你的 多大能力帮多大忙 没能力先把自己的养老生活安排好 行吗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你自己也有儿子 对吧 对 你怎么会流落街头呢 因为几十年来没怎么管儿子 跟儿子没怎么感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觉不觉得 你的人生其实也挺自私的 所以你这个人怎么评价你 简单 但有点不负责任 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 19年都不娶你 不跟你领结婚证 这是一种不尊重 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孩子也不负责任 所以你自己在这方面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尤其是对于他这样一个 想要一个完整家庭的男人来说 你的这一点 他觉得是一种自私 所以你想想看 你不愿意跟他生女儿 那么他每次跟前妻和孩子在一起 那一家人的感受 好吧 好不好 你实话实说嘛 你这人就是有点别别腔腔 你知道吗 还不错 很不错 不是还不错 是很不错 甚至 我都怀疑你跟前妻 跟你的儿子在一起 吃饭吃到很晚的时候 你甚至都在想象 如果一直以来 我们就这样多好 因为人一旦年纪越来越大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是很重要的 所以甚至您脑海里都想过 要复婚的想法 这个没有 好吧 你是非要表妹来才会承认 你想把这个房子 完完全全地交给儿子 不是简简单单地把房子 给了儿子 而是把你们这19年 在那个房间里的幸福都抹掉了 这样做的确不厚能 事实上这个房子 应该有他的一把 应该有他的一把 如果你还是个有良心的男人的话 你应该给他一把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有很多条退路的人 又有儿子 前妻又没结婚 然后还可以一家三口再去 他是一点退路都没有 所以现在所有的天秤都靠在了您的良心上 这位老师的意思 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 要反正要给你一半 我儿子哪一部分钱出来 我们再哪一部分钱出来 那为什么不会我们叫个首付 我们自己买房子呢 好 你不是有一半了吗 我还没说完啊 大哥 我们买房子我们什么贷款 我还没说完啊 你为什么非要让他出那道房子呢 因为这个比较省事 那个小孩 比较省事 19年省不省事 小孩现在要结婚 19年省不省事我问你 你跟他在一起 19年的点点滴滴 就这么省事 儿子的婚姻幸福生活 跟你们这19年比起来 你们的这19年就如此不屑一提 我觉得你是有点欺负人了 你欺负他傻 是他不愿意当时 对 他傻嘛 你看这话说的你看 是他不愿意 你还一怪我 他傻嘛 他就傻嘛 行 怎么做决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要经得起自己良心的拷问 良心这东西你在乎他 他就种植千金 你要是不在乎他 也就不值一提了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 好 谢谢陆老师 谢谢陆老师 下面的时间 就这一分钟 希望你们抓紧 也许是人生 你们俩最后一次 真诚面对的时间 也许人生路很长 所以下面这一分钟 该怎么说 是不是由心而说 大哥呀 这事很重要啊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那我先说吧 感谢那个主持人 感谢各位老师 首先那个房子 我明确表态 还是继续我们住 我回去了做儿子工作 就按照各位老师的意见 尽量嫁进的时间 为儿子买那个手套吧 没有多大的鸣 就出了多大的鸣嘛 可能我跟他也这么多年了 虽然没领证嘛 他也是跟正式的 夫妻一样的生活的 感情还是挺好的 就是矛盾嘛 每家都有的 他既然今天表态了 房子还是我们住嘛 我心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哎 大哥 你没说结婚的事啊 你就说了三点吧 我一直在等第四点 哎 丙不计 他两账 对对对 现在这个 孙女儿一不是问题了 这个 只要他想结婚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不是 他领了证 你那个房产证上 才能有他的名 你跟不跟人家领证 对对对 你跟不跟人家领证 对对对对对 可以 那你一会儿得跟人求婚 知道吧 可以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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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好 好了好了 请回 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 今天来对了 对 要不还糊涂着呢 对啊 请关门 最后的 来 往这边拉他去 大哥 拉着到中间去 这边给人求婚啊 来 站到中间 站到中间 人要响曲 今儿就在这儿求了婚啊 跪下来 来 来 有请小花童 表面回去跟那个马什么 还是什么什么 说一下啊 通知他们收看这期的节目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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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 那我给他发现 呢 我给你一个人 还能在哪里 我还能不能在哪里 我还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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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还能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